歡迎回來第168集的《只要有電影》 這一集繼續講田中捲代的電影《榮幸的雨霍》 嘉賓繼續是Mary 黃淳嫻博士 上一集戲太厲害了 太多事情要講 我們講到戲裏的女主角 詩人中誠文子 她割除了預防後 另外她一直暗戀的銅槍 心馬之又死後 整個戲就集中 說她在醫院如何認識年輕記者大悅 跟她發生了一種肉體上的關係 在講這段戲之前我想問Mary一個問題 首先 戲很直接叫做《永恆的雨霍》 我覺得有趣 因為中誠文子的詩集 叫做《雨霍》喪失 喪失後不是永遠 當然我們說喪失是永遠 但那是一個negative 沒了 但她改這個戲名 叫做《永恆的雨霍》 將它更改善 而且更改善它的價值 即使割了之後 沒了 但那件事也在 這是很有趣的取捨 第二是說她整個由發現雨防有問題 一直到撤除雨防 到接著發生的一連串 第一次拍著她 開始覺得好像有點惹 那場戲是怎樣 她是用鏡子 是鏡子第一次出場 一個close up鏡子拍著一半的雨防 其實沒有露點 她按下去 看到彈性 她按多按重要 即是很清楚 然後覺得她有些問題 接著她痛 痛到屈了在身 第三次是她下樓梯之後 整個人淚低 接著是一場手術挺長的 也拍得挺細緻的 挺恐怖的 也有一個鏡頭小弟 說她塗藥在雨防那裏 再用一個failout 接著再出現 直接提到拍攝雨防的情況 那場戲就是大悅來的 她最初拒絕見大悅 吃過一次閉門羹 但第二次她有一點都不好意思 也要見她 她想直接confront她 但她confront她之前 她說你等等 接著她脫衣服 換衣服 你看到背部 她沒有帶雨罩 因為她沒有了 接著看到一個特寫的鏡頭 就是有對假的雨防 然後她拿起假的雨防 然後戴上衣服 然後再去見大悅 這個描寫又是很直接的 我想上次在50年代在日本 都應該挺大膽的一個鏡頭 當然這個鏡頭的模特 一直都伸延下去 第一次是預防 第二次是見到 參葉子來探望她 她也是在鏡頭見到參葉子 第三次 其實她應該是第一次 有了身體的接觸 應該那次已經是做了愛 然後第二早起床 她就用鏡頭照 即是用反光 第一次去偷看 站在床後 應該是躺在床後的大悅 即是躺在地下 然後用反光射大悅 然後第四次是大悅離開 再開門 她去偷看大悅 這個鏡頭用得很好 幾次不同的悅 但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作為一個女性 女性去看這件事 與防是否真的重要 那個重要性去到甚麼地位 我覺得這套戲裏面 是說她真的覺得很重要 我覺得又不是那種 不要緊 我們都是這樣 又不是一個那麼輕易 可以去灑脫地覺得不要緊 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沒有那個矛盾性 因為始終其實 你都是身體的一部份 那也不僅是身體的一部份 因為那是一個 世界來說 這就是女性的一個 一個象徵 即是哪怕你認同還是不認同 也好 這在社會上是這樣 所以變了 在這套電影裏面 我會覺得 是很重要的 其實我有想過一件事 在看完這套戲的時候 如果這套戲不是說 她沒有了預防 是沒有這個情節的 其實只是說 所有事情都保持同 就是老公飛去 即是她離婚 深刻之後死了 她 即是一個單親母親的狀態 她都是寫詩 遇到這個男人 即是 即是遇到這個男人 即是遇到這個男人 這樣合不合的呢 所以想想是不合的 當然是不合的意思 就是沒有了那種 她求生成為女性 那種她要堅持的東西 即是我覺得 那樣東西已經是 超過了 那你是否說 有預防才是女性 其實我覺得 她當然是超越了這件事 就是她覺得 那是一個求生的慾望 即是我這樣去理解 即是 即是 因為她那件事是連結死亡的 她不只是 沒有了預防 那麼簡單 所以我會覺得 那件事是一個 代表了她一種 她要困難 在一個女性 在這個社會裏面的生存 不是那麼簡易地 一個女性主義 就說 你怎麼 我們都可以這樣 當然我們沒有了預防 都是這樣生活 但是 那件事我們要 是我是一個女性 我就是要寫詩 我就是要去念 所以我覺得那件事 都是一個重點 而且她很張揚地 或者不應該說張揚 她很坦誠地 她很坦誠地 是告訴別人 因為她的詩 就是說這件事 她沒有作出任何 因為通常 我的理解 即使去到今日的現代女性 即使你是有了預癌 或者你撤除了預防 有很多人都未必一定 這麼公開地說 當然是 depending 你的身份 但是這件事始終都是 somehow 第一 我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 這個對一般的女性 當然要強調 今日的女性 和五十年代的女性 日本的女性 但我想始終都是一種 是不是都有一種恐懼 一定有 因為始終是你身體的一部分 是一種恐懼 一種恐懼 一種恐懼是這麼切身 又是對自己那個 尤其是你的年紀 在戲裏面她很年輕 所以我覺得真正的忠誠文子 她所謂用預防喪失 所以那個喪失 對她來說 其實那個喪失更永恆 過那個預防 但田中堅就說 即使你沒有了預防 那個預防都是永恆的 因為她生存的慾望 是永恆的 即是 這個戲裏面是說 生存的慾望 是一個女性的慾望 所以她為何 特別要強調 她第一次要見 大穴的時候 她要 穿一個bra 戴一個假的預防 但最後她真的要決定 或者她開始對大穴 那個慾望是一種女性對男性 一種性的慾望 還是她想去尋找那個女性的肯定 那個吸引力等等 因為很明顯就是 如果她真的要跟這個男人 發生的關係的時候 那件事你不能夠隱瞞 那件事一定要坦白 而且你根據對方 接不接受你 如果參葉子 看到女人也會那麼害怕 其實坦白說 我覺得對一般的男性來說 一個異性戀者來說 你肯不肯 去接受一個沒有了預防的女性 而且那個不是 如果那個是你老婆 你沒辦法 但是那個不是 我相信 甚至 那個戲沒有暗示 但你也可以假設 以大穴的身分 因為這麼年輕的記者 初出茅路的記者 又這麼innocent looking 起碼很老實 當時的社會 那個氛圍應該是很老實的一個男生 他不會有很多性經驗 甚至有沒有都不知道 那件事對他來說 都是一個 那麼早期 跟女性 接觸的話 在一個保守的氛圍下 可以是這樣 都願意接受 所以他們的感情很棒 所以我認為大穴 其實是一個沒有那麼多 所謂社會經驗 他反而是一個他會接受到 當然他知道 他知道整件事 因為文子也有跟他說 說得很清楚 他都明白他自己 跟他發生關係 或者跟他的愛情 是一個你不會有很多的將來 他不是說 我會跟你結婚 不是那些正常人的事情 但正確就是他接受到 這些 所謂變態的事情 你會見到 他就是這種 年輕男性 沒有那麼多社會的 既定的觀念 而他是一個喜歡文學的男性 我真的不知道他這樣說 他真的有一個比較另類的想法 所以to be fair 這個大穴也是一個 我覺得是幾不一般的人 或者我會想 如果年輕的心牙之 年輕的心牙之 他沒有這個生涯同學 是這樣遇到這個文子的時候 某程度上他可能是一個 年輕的心牙之 一個形態的出現 我同意 另外我覺得在處理方面 怎樣說呢 除了我剛才所說 很多畫面其實都是大膽的 雖然沒有真真正拍裸體 沒有真真正拍做愛的過程 但那些畫面 等於剛才所說 拍到兩個假的預防 手術的過程 那些都很好 應該在當時來說 今天我看也覺得震撼 但另一個 田中卷導的大膽 就是他雖然不讓我們看到 到底兩個人是怎樣 在前面 在床上是怎樣 但之前的過程 那兩場戲 他們發生關係之前的過程 我覺得處理相當好 而且很性感 第一場是說大悅答應照顧他 文治的媽媽要回家 那一晚就在那裏過夜 過夜他都好像在做事 寫著事 他坐在地下 但那時熱 他脫了一件襯衫 他穿著一件白色的背心 當然那時那些男人 都常常穿背心 但那種背心很棒 他又給了肉給你看 當然他生得很健碩 那個挑逗性和他打燈光 打到大悅的身體很shiny 打光上去 真的有一種誘惑性 文治一直說不舒服 首先很多話說 然後就要求他給他一些安眠藥 這個就跟文治和他的老公 他不讓他老公吃藥 但現在輪到大悅不讓他吃 醫生說不好 大悅的也挺困難的 總是不理他 說了不吃就不吃 然後文治伸了兩隻手出來 即是兩隻 有一個大特寫 他伸在床欄那裏 伸在床欄那裏 那些鐵框那裏 伸了兩隻手出來 好像黑蓮那樣 然後他開始咳 然後大悅走過去 才抱著他 真真正主動去疼他 即是覺得他太可憐了 或者太過… 那個獸的苦放 他很難以忍受 即是覺得很慘 才去疼他 那一場戲就是一個到尾 即是他很… 即是他很… 至於你說到底是… 文治是… 炸底 還是他真的這樣 我覺得很曖昧 即是我又不會… 即是他之前那一場 即是我們上次說到 即是說他沖完糧出來 刻意去看著大悅 然後去罵他 有你在這裏 總之你不走 我就不會作詩 即是其實是個尾 是個尾 去引他 所以知道這個男生 已經開始挑動到這個男生 同情也好 所以去到這一場就很棒了 甚至你可以說 為甚麼 這個是一個其實我覺得 真是一個 幾有意識的一個挑逗 就是 他明知那個男生走的了 就是在那個男生走之前 他就給了一首詩 就叫一下參與子 去給他看了 所以他很清楚自己知道詩 自己詩的力量 所以這場戲 那個曖昧性我覺得 正就正在這裏 我想整個女主角的 那個角色 她打造 就是那種 你很複雜的 即是她快要死 但她不是想告訴你 我這個快要死的人 是不都不做的 或者是一個沒有生命力 而她的生命力 也不是我們一般所想的 那種樂觀積極的那種 她的樂觀積極是放在她那種 身體 慾望 即她仍然保持著那種 慾望 我覺得這個女性的慾望 她甚至沒有了預防 甚至快要死也好 她那個慾望的 即是這種慾望 即是女性 男性也好 即是我覺得 你只能 即是如果真的出現的話 我覺得在那個年代 只能會在日本 其實阿大月和她第二場戲更好 我們留下一節再說